好不过如果真的是吃素的人 那么到了素食店用餐可能真的很难哦 因为大家或许认为说像番茄酱薯条是素食 其实都不染哦 因为不仅是薯条薯饼 甚至是蛋挞全部都是荤的 而举凡番茄酱糖醋酱 还有千道沙拉酱 甚至是苹果派 也因为含有洋葱粉和肉桂粉 全属于荤食 高度焦黄的特制面包 刚出炉放上了新鲜番茄 小黄瓜 淋上沙拉酱 上头还有素起司 一大盘上桌超丰盛 一般素食店没法提供素食 吃住者之后另外找寻素食的素食店 油锅里放的是植物油 而浓汤蒸过的南瓜只能加鲜奶 沙拉酱也要特调 西式它们就是洋葱为主 那洋葱我们是完全不烹 这么讲究实在是因为一般素食店里 真的很难点餐 苹果派沙拉 你以为这全是素食吗 那你可是错大了 红通通的番茄酱名为番茄 但其实加入了洋葱粉 素食者当然不可以吃 还有油锅里炸的香香酥酥的薯条 马铃薯是素的没错 但这锅油汉堡肉也在里头炸 当然不算素食 苹果派呢 油炸的不说 里头摘的肉桂粉 素食者不能吃 你以为这碗沙拉就没问题吗 菜是素的没错 但千岛酱里还是有洋葱粉 糖醋酱也一样加了洋葱粉提味 属于五大心肋 民众爱吃了蛋挞 小心哦 里头有动物性油脂 吃素当然不能食用 怎么办 我们只能点冰淇淋 对那 可乐饮料这样 原来素食店里一大堆看似素食的东西 都不是素食 民众怎么也没想到 番茄酱 薯条 就连千岛沙拉酱都是荤的 真是我们龚玉德李自贤 台中报道 我来治好了 刹凯 我来要来 我来看哪 我来看哪